《玄妙真经》 《玄妙老祖》 上街显望 慈悲殷实 我欺赏你 临山仪会万年灯 世霸大院赵光灵 王山老祖庙至圣 加持冠顶见太平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无量寿妙至圣 王山老祖师尊 各位维新生教一星大学 各位法师讲师 各位贤士同修 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朱祖灵 十万法界 三千大全世界 三界万年众等 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王山老祖玄妙真经 首开示的 若是没有法 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他人 法有万法 不是只有一样 所以有的人 他说 我是修行的人 至高无上 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修行人 你不要把自己设定在 我是拜神拜佛的人 你拜神 你要有正气的心 拜佛 也要有正气有智慧的心 才是修行人 你不知一些法 不是真正什么叫修行人 所以啊 这么多年来 行到三十年来 台湾万教齐发 各有各的法的精益 各有各它的奥妙 我们绝对要去尊重任何一个教派 圣人所悟的真理以外 自己一定也要学到 要修行 不然 我们的烦恼一定会多得不得了 所以啊 尤其呢 祖先的问题 因为 祖先的问题 牵受财产 有的人 没有财产 分下来 我干嘛 我要拜祖先 他没有想到 人最大的财产就是身体 你有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流驴 满山的金银流驴 买不到一小节的枝头 买不到 也买不到一个眼睛 也买不到一个鼻子 何况 父母给我们的身体这么大 哎呀 不是钱买得到了啦 身有的人啊 他没有智慧 我常常有告诉我们前世同学们 要尽孝道 要知恩 感恩和报恩 不要只为钱财 六亲不认 像现在大陆 同胞文 很多我们信徒也在大陆 电视机上的朋友 信徒 到大陆交流的信徒也很多 现在共同一个环绕了 现在孩子 六亲不认 认钱 不认人 所以各位啊 这世事无常 我们来到世间了 你一定要觉悟 要觉 要赶快修 和教育 正确的教育 道德观的教育 需要有相当大的耐心 来自己教育秩序的族女以外 也能够将自己所持到了 来弘法立生帮助需要的人 尤其教育单位 学校 有一次 我们一位老信徒嘛 这妈妈呢 爸爸的八十几岁 很烦恼 我说你烦恼什么啦 他说老师啊 我一个儿子 结果 他不败祖先了啦 他败祖先麻烦了 儿子做什么 儿子在某某大学 当老师 当教授啦 我问这一位老先生夫妻呢 你儿子怎么讲 他说拜祖先是迷信的啦 哦 所以他不败 但是 我 从他小时候一出生 我带他去求神拜佛 所祈祷的是希望他聪明 甚至在台中 也带去给你开智慧咧 我记不起来那么多孩子 开智慧了以后回去读书读得很好 一直读 结果书读得很高 现在反而变成对祖先的 祖多刘芳的事情 把他放掉了 所以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家里有没有电线杆 前面啊 有啦 那若是你死了 我说你把你的牌位挂在电线杆上啊 哦 这个老大婆咧 这个苦我靠我 那怎么办 在那么风吹雨打 人家会下火咧 那怎么办 我说赶快好好练佛 随佛往生 牌位可以去放在寺庙的功课堂 好 那就好了啦 好 你的儿子这样呢 年轻人一代嘛 思想比较先进啦 这个老国版啦 LKK啦 和新时代的思想会稍微不同啊 你就放开嘛 两个老人家现在还没死啦 九十三岁了啦 也没有死啊 又没有死 越难过 我说你的孩子呢 有啦 我说他孙子啦 都会来拜祖先啦 耶耶耶你放心 我会拜你啦耶 哈哈哈哈 所以 各位 我们希望 国家教育单位啦 国家要富强 民要安康 一定要 慎重追缘 追根溯源 驻夺流芳 才能千秋万事啊 所以奉励啦 一些现实的人 要注意 殷殷果果 果果殷殷 殷果报上 寥寥分明 不要人啊 我在讲 是讲故事 都是真实不虚 你们可以讲故事 我不可以讲故事 我是对 当下龙天护华 天人地狱界 全部 说话要负责耶 所以各位同修 尤其我们也是 法师 法师讲师 我们贤士同修们 讲话 一定要护走 对护取天 你们就替天行道 供养诸佛菩萨 来说法 为地度尽 一些黑暗 地狱众生的人 让他们见到光明 直到反省忏悔 然后不要再发生 这就是维心圣教 维心贤士啊 都不念和天命 那么现在继续为各位来解答 祖先的问题 婆婆生病 生前因小叔生病 听人说没有拜祖先 所以将祖先排位 从老大的儿子 从老大的家 移到小叔的家 那么现在 婆婆小叔都走了 都往生了 那民间有流传 请出的姑妈祖先 如果家里 如果家里没有重新盖 或者搬新家 没有翻修的时候 不能再请回来 请师父 开示 人都是 听人家说 你要听神佛 开示才正确 人 是是非非 所以我们极乐店 我写一个佛字 下面写一个佛字 有口不说话 菩萨有口多者佛 众生无口 话又多 众生不懂的思选话 讲的思思惠惠 乱讲 但是这三句 他这个佛字很好 在极乐店 在三年前 我去看 结果佛 不说话 但是有脚 会跑 不到被水包 拿走了 把他请回家拜了 所以佛字有口不说话 但是会走 所以众生无口话又多 不要听人家说 说说不算数 要有智慧 懂吗 要有智慧 好了 不是说欢休才请回来 没有人拜了 你有福的人 赶快请回家拜 请回来拜 在草囤 也十几年前了 我们一位师兄 他做一些贸易嘛 做贸易呢 是欧洲进出火生意 一段时间 整个生意都停顿了 很懊恼 就来请出老主啊 我用意跟他扶个挂 我说你家中 父母要带空王 又服藏 你的元神就是父母 那你家没有拜祖先 说没有 你没有拜 而且他的二弟 在家里在拜 那时候太太不同意 她请来拜 他的太太 跟兄弟有过节 跟婆婆 不是处得很好 所以就不拜 那我们这个信徒他也无奈 两边要圆满嘛 所以 照道理祖先要老大来拜 来继承香火 结果 给弟弟请去拜咯 弟弟咧 本来就是公务员 也很有笑道 好啦你们不拜 我就带回来我家拜就好了嘛 反正爸爸妈妈养我们 这么大咯 即使 再怎么样还是爸爸妈妈 没有爸爸妈妈哪有我们 没有祖先哪有我们 所以弟弟就请回来拜 弟弟 哎不错 拜祖先以后咧 哎 考上主任 主任要考上校长 哎 哦很高兴了啦 结果我们这个信徒咧 那很不顺利 我是把祖先请来拜啦 他说他太太不同意啊 那不同意你就公司收摊嘛 修大嘛就好了嘛 没有祖先你怎么没有元神 没有贵人啊 所以回家跟老婆讲 老婆说若是这样我要跟你离婚 嘿嘿 这种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人呢 很可怜你要老公 不要爸爸妈妈不要祖先的人 很多 现在女孩子 这种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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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啦 难怪社会会乱 哦 哦 所以我说你的真命啊 公司收起来好了啦 没有生意了嘛 收起来了啦 过了四年 四年对 有一天又来新博士了 问我说师傅 我太太 现在病得很严重啦 说她 死了以后 没有地方可以去啦 以前对祖先 很不认同 现在死了才发现 没有地方去 若是 要把她安到百姓公庙 都不认识啦 安到佛事 那要吃灾啦 她也吃不惯啦 到哪里怎么办啦 嘿嘿 改死 哈哈 我也没有办法 你教回去教你的老婆 七滴滴的祖先那里 跪着跟祖先抠头 说你不对咯 一切都忏悔 然后 要向祖先救杯 求祖先回来家里 昏火回来拜 给你拜 那个 忏悔 然后回去求 求了三趟 全包了一杯 过了半个多月 他这一位 我们这些信徒带着 他的老婆 又来先佛士龙 师父 你拖替我做主啦 做什么 你去跟我的公公婆婆 沟通好不好 叫我跟他的公公婆婆沟通啊 哇哇被我跟我的公公婆婆婆婆where 也不会跟你祖先沟通 software 不要啦 拜托啦 在那边考 切断说真的我死了也很恐怖 没有地方去啦 好恐怖啦 所以现在社会的人都追懂 你什么人 我该 哎,我故意骂他,我骂他,他跟我说,师父,你们修行人好无情哦,落井下石哦,嘿嘿,他不晓得,哦,我在跟他消业障,跟他消业障,哇,好啦,活该啦,要忏悔,回去,再向祖先求啦,哦,说你不对了,以后不会了啦, 要叫孩子好好会拜祖先,哦,那就回去咯,我就去拜祖先,有没有准备香花果串,有没有,没有咧,我告诉现实咧,我告诉现实,哦,我给你驚死而已啦,我准备三星酒类, 猜我十二娃,三星酒类,准备,跑,跑,还有,金人贼布,收金,三星,哦,你去求,第一,先去陈王爷超顿,那会就说,会就说,去向陈王爷求,求陈王爷来帮你做主, 然后,拜拜好咯,然后按照同样的,这些三星酒类,哦,十二娃,收到菜,回到家里,哦,你弟弟的家,神会,祖先会,祈求,一定宝贝啊,嘿,又有了,今天哦,啊,就回去了嘛,哦,按照方式, 因为你要对祖先,求解怨是解,一定要请当地的城隆爷,做主啦,哦,好了,回去照做,去祖先的宝贝,咯咯咯咯,先做了三杯,哦,好高兴,想说,真是假的,还咯咯,又还有三杯,六杯呢,哦,那他,哎呀,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那我现在是媳妇,我这媳妇,以后是家里的人哦,他就是姓红嘛,我这红家的媳妇哦,是不是,咯咯咯咯,又还有三杯,九杯,结果说不是啊,你看,心解开了嘛,解开了气血循环,祖先有灵,原谅他,那就开始,又好了,又活了,三四年, 在前两三年才走了,哦,所以他才,哎呀,叔叔,现在的年轻人,哦,跟我一样的,太多了,我说希望你有机会,哦,你可以说话嘛,但是我还没有时间啦,给他来说话,就死笑笑了啦,所以我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各位,死亡大座门,哦,啊,他在拜祖先的人,想我好,懂吗,嘿, 好,来,我们再来,家中供奉佛菩萨祖先,他惯例,由长子来传承嘛,但弟弟不同意,故有弟弟,有弟弟供奉,如今母亲往生了啦,好了,弟弟又不要供奉佛菩萨, 也不拜祖先,如果处理啊,可否先,请,请过来,用佛罗的,哦,这个,顺畏内啦,哦,这个,这个,有什么分别,没有啦,好,没关系,你排位,他不拜,你请来拜,你有福的人, 就这样而已,哦,不要分我大小啦,所以家里会拜祖先的,绝对是有福的人,哦,不要开玩笑,哦,最近啦,哦,自从我弘扬这个,这个,笑道,祭拜祖先的问题,啊,好多,去信其他的教派的,教,没有教人不笑,哦,圣神,教的要进教道才能, 做圣神,做神嘛,结果呢,众生,糊里糊涂,取方便,啊,取巧,哦,那就,哦,我不必拜咯,哦,信其他教都不要拜,也不要过年过节也不要拜,可以说是开着,带着儿女来玩,该多好,像你们那么傻的要拜,我告诉你,你不得好报,很多, 现在呢,好,有的孩子,不听话了,吸毒了啦,什么都来了啦,才发现,又来文庄书,我孩子,去吸毒,好,孩子,去乘请结党,好,去买毒,怎么样,是不是从祖先没有拜开始,对啊,我发现,我今天把祖先牌位,破掉,修掉,但最老了,再过两三天,孩子不回家, 这样,做得很多耶,那怎么办,忏悔,忏悔,哦,因因果果,那,总而言之,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孝敬祖先啦,嘿,好,再来, 二十四,祖母之养父母,无人供货,阿嬷也养不养母,无人供货,请示如何处理,我告诉各位, 让人比较大天,让人比较大天,一定要拜,若是你没有地方,可以祭拜,你一定要花一些钱, 到比较有正规的寺庙,他有功德堂,阿嬷要去公奉那边,然后过年过节,阿嬷就要去祭拜,有时间就要去祭拜,没有祖母,没有这个养父母,今天就没有你嘛,很简单嘛, 换做,你是人家养父母,你,那么,你把他养大,生而育女,不认你,你做何敢想, 所以,你身上有财产,有钱,你不会给他啦,若是他会对你很孝顺,你什么的,甘恶都给他啦,一样的道理, 所以祖母的,养父母,一定要拜,若是懂的话,当着恩公妈,恩公妈,恩公妈,都收一个牌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